今年市场小幅震荡,标普百合道熊斯指数微涨 而纳斯特克微跌 三大股指的涨跌幅度都不到1% 板块方面,今天能源板块大涨4% 公用事业板块涨了2% 非必需品和通讯交流板块领跌 跌幅分别为1.22%和0.89% 今天俄罗斯有了大动作 而这个动作再次释放了一个不利于通胀的信号 那么我们等会儿就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的影响 接着,CNBC报道了广告市场的一条暗流 谷歌和Meta可能都危险了 还有Lift财报,今天股价跌超30% 谷歌员工跳脚的消息 和各大车企如何应对特斯拉的价格战 那么就开始今天节目吧 通胀反复又有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俄罗斯宣布减产 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 原由价格因此跳涨了2.5% 那么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俄罗斯的动作 和这件事情可能的后续影响 今天,路透社报道称 俄罗斯打算在3月份每日减产50万桶原油 这个规模大概是俄罗斯当前产出的5% 消息一出,原油价格就跳涨了2.5% 一度占在了80美元的上方 俄罗斯副总理Novak表示 到目前为止,我们生产的原油都能卖完 但和之前说的一样 我们不会卖给那些给俄罗斯设置价格上限的国家 所以我们决定减产 而所谓的价格上限 是由G7成员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一轮制裁 制裁的方式就是 只要俄罗斯海上原油一桶在60美元以上 那么G7成员国内的保险公司 就禁止给俄罗斯的这些油提供运输保险 而目的就是减少俄罗斯的财政收入 从而抑制它对俄乌战争的投入 但是俄罗斯却撑住了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亚洲把这部分的缺口给补上了 因为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的订单 俄罗斯去年的产量不减反增 提升了2% 而当初面对西方的质疑 印度的能源部长也回应说 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国民负责 俄罗斯的油便宜 那必须有多少买多少 不过亚洲毕竟不是无底洞 这些制裁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 1月,俄罗斯的原油出口贸易顺差 缩减了58.2%,仅剩80亿美元 而财政上也出现了250亿美元的赤字 不过副总理宣布这次减产还是有点前后矛盾 因为先前石油集团OPEC就说过维持产量不变 而俄罗斯也是其中的成员 那俄罗斯这个决定应该和各个成员商量一下才对 面对质疑,副总理先说有和几个成员商量 但后来又说俄罗斯是自愿减产的 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的商讨 这在我看来,俄罗斯其实就是简单地通知一下各个成员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要减产了 而这也反映出了俄罗斯确实在财政上有些吃紧 需要油价高点来维持收入 OPEC家的其他成员估计也是乐想其成 毕竟更高的油价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 其中两位代表就表示 并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动作而改变自己的产量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这部分缺口并不会有人来补上 那就等于原油的产量实际上进一步减少了50万桶 那这对未来的油价有什么影响呢 一位原油的分析师就表示 还是要看未来的经济发展 但短期内,亚洲已经购买了不少储备 不排除俄罗斯可能会继续减产来维持油价 阿基认为 果然通胀是不会那么顺利地回到2%的 前段时间 因为衰退的担忧还是市场的主旋律 我就说未来的一个风险是OPEC可能会误判衰退的程度 从而过度减产推高油价 结果在接下来的会议当中 石油集团并没有继续减产 当时让投资者们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这没多久 俄罗斯就开始减产了 而原因也不是因为衰退 而是制裁 现在的环境也变了 软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而通胀反复的迹象也初步显现 比如上周五火热的大飞浓 前两天反弹的二手车数据 再加上今天俄罗斯的消息都在增加风险 提升美联储继续加息的可能性 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幺蛾子呢 在讲下一个新闻之前 阿吉想和大家聊聊我身边的一位朋友 他和我一样对投资非常有热情 每天都要花不少的时间了解市场 逛很多的财经网站 也会听很多博主的分析 虽然他有时候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 这样去了解市场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因为不同地方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重复的 而且分析的水平层次不齐 都看了吧 很耽误时间 但都不看呢 又担心落下什么重要的内容 我猜像他这样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所以我们美投打算做一些事 来改变这个现状 在美投的网站上 我们特地开发了一个免费的功能 投资必备 在这上面 我们每天会保质保量地 给大家总结和筛选出 美股当中最重要的信息 让你最高效地了解市场 并且我们还将所有的内容进行了分类 方便大家跟踪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 比如在最火话题中的特斯拉 这里就有最深度的分析和最有价值的新闻解读 你再也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关键的信息 美投会为你做好功课 帮你节省时间 安心地投资 现在新产品正在内测阶段 所有最火话题中的内容 包括以前要付费才能观看的视频 全部都限时免费开放给全部观众 链接我已经放到下方的置顶评论中 感兴趣的观众 欢迎去查看 回到正题 最近围绕着ChatGPT的大战 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而在这场大战的背后 就是利润无比丰厚的广告市场 而提到广告市场 那就离不开谷歌和Meta 两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线上广告市场 这两天 我们一直在说谷歌的危机 可却从来没有提到过Meta 今天 CNBC就报道称 有一个趋势正在对Meta形成莫大的威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atthew是一家智能闹钟公司的创始人 在去年年底的节假日期间 生意异常的火爆 他说 这是我们公司创立五年来最火的几天了 而Matthew的生意之所以这么的好 离不开去年的一个关键决定 他把自己的广告支出重新分配了一下 减少了Meta的投放 转而把资金砸向了亚马逊 Matthew说 更多的人选择在亚马逊上购物 我自己也是 所以我在购买了关键词之后 效果非常的好 反观Facebook 广告的效率变差了很多 我需要覆盖更多的人 才能够获得以前的效果 就让成本变得很贵 Facebook的广告效率变差 是源于苹果的隐私条款变化 在2021年 苹果就要求所有的开发人员 必须要在iOS系统内 询问用户是否同意被跟踪 而随着大量的用户选择拒绝 Facebook广告的投放精准度 就明显下降了 另一边 亚马逊则一直在暗暗地发力 利用它电商平台的优势 给商家提供各种广告服务 一年以前 亚马逊还没有对外公布 它广告业务的大小 结果上个月的财报表明 亚马逊的广告 一定是一个380亿美元的庞大业务 而且增长速度很快 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地 占据了7.3%的市场份额 成为了全球第三 仅次于谷歌和Meta 在Meta上个月的财报会议上 CFO就说过 我们公司的电商广告部门 依然还是负增长 虽然增速有所放缓 但还是不清楚 这部分能不能大幅反弹 以Matthew的智能闹钟公司为例 去年黑色星期五的时候 他们把10%的预算 投放给了亚马逊 而原来是零 给Meta的预算 从原来的71%下降到了40% 剩下的则给了谷歌 鉴于这次投放的成功 Matthew就表示 明年会继续追加亚马逊的投放 而不只是Matthew 一家投行的调查显示 54%的商家预计 2023年会继续追加亚马逊的投放 而Meta的几大平台影响力都在下降 谷歌要好一些 但也没有那么乐观 一家卖高尔夫器材的商店就透露 从2021年的7月以来 他们通过广告的货客成本 增加了260% 从50美元到180美元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Meta的广告精准度下降了 但是谷歌也不如亚马逊 所以店主Peter就说 今年的预算 绝大部分都会放在亚马逊上 阿基认为 亚马逊电商加广告这个模式非常匹配 会对Meta和谷歌的广告业务 都产生极大的威胁 从电商广告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参考成熟度更高的中国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在广告市场当中 已经占据了三分之一 一家独大 而这就告诉我们 电商加广告的巨大潜力 能够蝉食搜索和社交媒体的市场份额 所以Meta虽然股价强势翻倍 也决定大幅度缩减开支 特别是元宇宙的投资 但是未来如何应对 苹果的隐私条款和亚马逊的挑战 将会是公司长期发展的重点 而谷歌就更不能放松了 目前来说 它有点被前后夹击 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 不过现在重容之重 还是先应付好微软的挑战再说 接着我们来聊聊财报 今天LIFT大跌了超30%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财报显示 公司的季度营收为11.8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21% 高位分析师预期的11.6亿美元 会计调整后 每股盈利为0.29美元 也高位分析师预期的0.13美元 用户方面 公司本季度同比增长了8.7% 来到了2036万人 但是这个数字和上个季度相比 基本持平 也低于疫情以前的水准 2019年同期 公司拥有2290万用户 盈利方面 公司调整后的EBIT为1.27亿 高于公司的指引区间 乍看之下 4月的财报还算可以 但是有了Uber做对比之后 公司的表现就显得相对逊色不少 而导致股价下跌的最重要原因 是公司疲软的指引 LIFT预计下个季度的营收为 9.75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0.9亿美元 EBIT的指引区间 则为500到1500万 CFO指出 是季节性和低价影响了公司的指引 可是这和Uber一对比就知道 并不是如此 J.P.摩根的分析师就说 打车服务在美国已经基本上恢复了 我们看Uber就能够看得出来 可是LIFT却没有 财报会议也没有安抚投资者的信心 按照分析师们的总结 公司在打车高峰期的营收正在下降 LIFT的打车人数变少的同时 还要进一步降价 才能和对手竞争 这就让他们对公司未来 是否能够盈利产生了质疑 所以包括J.P.摩根在内的八家机构 纷纷下调了他们的评级 另外 这段时间科技股的上涨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LIFT的预期 再加上Uber的亮眼表现 还有CEO的说法 表示消费者还是很强劲 这些都让投资者对于LIFT 有了更高的期待 可惜公司的财报和指引 却让期待落了空 也就造成了股价的暴跌 阿吉认为 共享出行服务是有极强的网络效应 和天然的垄断属性 当一个城市里的Uber车越多 你就会越用Uber打车 所以这个行业的先发优势很重要 LIFT作为后起之秀 一开始就用低廉的价格抢占市场 虽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下 可能就会很难了 LIFT在规模效应上 本来就不如Uber 现在还难以借到廉价的资金 来补贴用户 或者司机来抢占市场 这势必会让它一直处于劣势 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 Uber未来会继续降价 来提升规模效应 进一步打压LIFT的生存空间 所以就以目前的情况判断 我个人对于LIFT的未来 不是很乐观 下面再来看两条小消息 最近谷歌的拉跨表现 大家是有目共睹 Bard AI 也就是ChatGPT的竞品 发布会令人极其失望 投资者也用行动给公司惩罚 自发布会以后 公司的市值就蒸发了11%了 而不仅是投资者 谷歌内部的员工也坐不住了 批评直指CEO Pichai 谷歌的员工通常都会在内部 对公司的一些小错误开玩笑 但自从Bard发布会之后 整个聊天的气氛就变严肃了不少 一位员工写道 尊敬的Pichai Bard的发布和最近的裁员决定 都是匆忙的 拙劣的 而且短视的 请用一个长期的眼光管理公司 这条短信也在内部收获了大量的赞 另一个群里的Meme则无脸说 这么匆忙地推出Bard 就向市场证明 我们就是慌了 Pichai应该拿一个NI 也就是公司最低的表现评级 而员工们会这么恼怒 就是因为公司虽然抢在微软之前 推出了介绍Bard AI的页面 但是后面被人发现 Bard的回答有错误 一出马就被打脸 在发布会上 一位展示的人员忘记带展示所需要的手机 也让场面一度尴尬 很多员工还表示 根本不知道这个发布会的存在 如果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产品 这也太不应该了 阿吉也觉得太不应该 既然宣传Bard是对标ChatGPT的产品 还说要开发布会 那么当然大家都会认为 发布会就是关于Bard的 而且有很高的期待 结果整场发布会 只用了两分多钟来介绍Bard 问的问题还特别的简单 就让人非常失望 现在回看还不如等一阵 让产品和发布会准备的更加充分 再面试 所以短期内 我个人对于谷歌的股价走势 并不是非常看好 起码在他推出有力的应对方案之前 很难有什么理由支撑他上涨 另一个激烈的战场 就是电动车 沃尔沃决定不跟随特斯拉砍价 公司CEO称 我们没有降价的想法 电动车的需求 是我们看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库存订单也是 现在沃尔沃对标Model Y的车型 起步价是5.5万 续航360公里 金融时报也在昨天报道称 大众 现代 奇亚和通用汽车 也不打算跟特斯拉降价 大型车厂中 只有福特调整了他Mustang Mark E的价格 而电动车新贵Lucid也提供了不小的折扣 另一边 马斯克却说 因为降价之后的需求太过火爆 不得已提升了Model Y的价格来降温 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就表示 特斯拉大降价之后 就逼迫所有的车企 必须重新计算 他们的电动车投资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本 他认为 不久之后 所有人都需要降价 但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承受这个损失 阿基更倾向于认为 这些车企不降价的原因 不是因为需求 而是因为不想增加亏损 降了价之后 本来不赚钱的电动车就更不赚钱了 而且 如果电动车降价 而燃油车价格不变 这还会影响到自己燃油车的部分 那在这样的对比下 如果要买电动车 特斯拉的吸引力又高了一些 按照惯例 我们再来个一周总结 本周三大股指集体收跌 开始回吐了前段时间惊人的涨幅 其中纳斯达克跌了2.41% 标普500跌了1.11% 而道琼斯指数则基本持平 只跌了0.17% 板块方面 本周能源板块上涨 涨超5% 其余板块下跌 其中通讯交流受谷歌影响 大跌了6.6% 非必需品也跌超2% 利率方面 本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涨了600个基点 收到了3.74% 收益率曲线继续变频 石油方面 本周原油涨了7.62% 收贷了79.76美元一桶 美元涨了57个基点 DXY收贷了103.58 本周重大的宏观消息有 鲍威尔的采访 和美联储各个官员的讲话 继续强调控制通胀的任务还没有完 二手车的价格出现了反弹 俄罗斯减产石油 个股方面 微软谷歌AI战升级 谷歌表现令人失望 股价本周跌了10% 迪士尼宣布重组 聚焦解决流媒体的亏损 裁员7000人 Uber财报亮眼 股价大涨 LIFT盈利前景受到质疑 股价大跌 下周值得关注的宏观消息有 周一早上11点 纽约联储通胀预期 周二早上8点半 CPI数据 周三早上8点半 零售数据 周四早上8点半 新建房屋数据和许可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一盘后的Palantir Avis 周二盘前的可口可乐 盘后的Airbnb Upstart 周三盘前的Roblox 盘后的Shopify Ruku Cisco Twilio 周四盘后的DraftKings Applied Materials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再走 谁输出不易 RG需要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